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名是独生子 婆婆的房子以后不就是你们的 在婆婆跟前乖些 勤快些 嘴甜些 婆婆一高兴 说不定你们都不用自己买房了 我深以为然 暗下决心在婆婆面前好好表现 住进来之前 婆婆给我们提了三个条件 一是 住是暂时的 她让我们仔细过日子 想办法挣钱 攒钱 早点买自己的房子 二是 住在这儿要交生活费 我给你们做饭 要是做了你们又不吃 那不是浪费我的钱 第三 也是她最最注重的 她说卫生方面 我俩必须接受她的监督 私人领域和公共区域都在内 甚至个人卫生 她都有权过问 我当时想 老太太还挺有意思的 估计看我是新媳妇 在儿子面前给我立位呢 我算过了 只要住在这儿 一个月下来 我们就能多攒三千多块钱 看在钱的份上 多苛刻的条件 我都能接受 何况她这也不算苛刻 婆婆说到做到 执行力了的 搬进来的当日就开始 对我们高标准 严要求 说句开玩笑的话 监督之言 不斥于单位考核 出了不罚款 搬进来那天 我按婆婆的要求 给了她一千块钱生活费 第二天下班 一路上我都在憧憬 有什么样的大餐等着我们享用呢 果然没让人失望 一进门 餐桌上早摆好四菜一汤 色香味俱全用保温盖盖着 只是桌边不见人影 大明比我离家近 早该到了 菜还在冒热气 那么婆婆呢 正疑惑 自卧的门一开 俩人走了出来 婆婆在前大明在后 婆婆的头高高仰着 大明却是衣服粘香 我仔细看去 只见她面色难看 像做什么坏事被人抓了现行 趁婆婆进厨房乘饭 我小声问她怎么了 她气呼呼地对我说 早让你把头发剪了剪了 要不就扎起来 你非不 你看屋里到处是你的头发 内衣也不收拾好 为这妈生气了 把我训了一顿 嗨 我当啥呢 这才多大点事啊 吃饭的时候 我准备给婆婆解释一下 早上走得急 没顾上收拾 结果 我的话刚说了一半 就被婆婆面无表情地打断 她说 食不严 请不语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托莫星子见出来不卫生 吃完饭 我讨婆婆欢心 也想借机和她拉拉关系 自告奋勇收拾厨房 我拿出在家试十倍的努力 自觉的厨房在我的手下就冒幻心严 你看那锅碗瓢盆 亮得能照人 自己给自己打了九十分 结果一转身 发现婆婆就站在门口正四下打亮 婆婆的眼睛就像探照灯 头到哪里哪里就无所遁形 随着她检查的深入 我看见她的嘴角弧度 越来越向下 过了一会儿 她长出一口气 什么话都没说 拿起一块绿色的抹布 蹲在地上就开始擦 擦完地 把绿抹布洗了四遍 换上一块白色的继续 擦完橱柜重新洗碗碟 水池子被弄得叮铃光郎 自时之中 没说教我依据 但这笔说教更让我难堪 那之后 婆婆让大明转告我 她的东西 每一样都有自己的位置 我要是想帮忙呢 就用点心 要是做不到 趁早别捣乱 省得她反攻 既费时间又费水费钱 拍马皮拍到马蹄子上 我是面红而赤 如果婆婆在跟前 我肯定八个的缝钻进去 就在我隐隐感觉到婆婆的眼里 不是说说而已时 门外又传来她的声音 她说以后不管是洗澡还是弄啥 玩时机的收拾 这要是来个人看见这些东西 我的脸面还要不要啊 我的眼前浮现出大明 前一晚着急忙慌用过的避孕套 还有我换的没来得及洗的内衣内裤 尴尬到天边了 好不容易盼个周末 我俩一向的习惯是 宁可不吃饭也要多睡惠儿 婆婆帮帮帮敲门 说饭好了让我们赶快吃 吃完各办各的事 我替大明 他隔着门让婆婆尽管办自己的事去 我俩吃完自己收拾 我以为这就完了呢 不成想 过了一会儿 敲门声更大 这一回 咋说都不管用了 大有我们不急他就不罢休的意思 无奈起身坐到桌边 可是睡意仍牢牢站起着我的身体 没吃几口 我就开始小鸡啄米一样打盹 突然 啪啪啪起声响 吓得我差点跳起来 我定睛一看 正迎上婆婆的视线 妈呀 原来她像个监工一样 一直站旁边看着我俩呢 我早说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记住在我这儿就要遵守我的规矩 昨晚上做贼去了 一点我起来上厕所 你俩房子的灯还亮着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不会生活 你小时候我就开始说 说了八千遍了 还是记不住 脑子让狗吃了 他虽然目光看着儿子 但话里话外烧着我 一口饭含在嘴里 吐也不是烟也不是 我以前哪受过这个罪啊 相处时间长了 和小区里的住户熟了后 我才慢慢知道 婆婆的性格就是这样 她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板一眼 凡事必须按她计划来 一不符合她的规定 她就跟你叨叨叨 叨叨叨 比唐僧还唐僧 飞刀刀的你服软 就犯 大明有次说漏嘴 说她爸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 五十多岁坚决要离婚 她俩离婚后 我妈更是变本加厉 在别人面前腰板挺得更直 我以前不明白她的心理 后来和你谈了恋爱 对女人有所了解 慢慢猜 觉得她可能就是为了证明 自己是对的 自己没有错 自己离了男人也能行 所以决心一条道走到黑 现在她都快七十了 你让她咋改 爱 少不得咱们多忍让 体谅 但是 婆婆实在是太过分了 有一回 我仨正围着桌吃饭 婆婆突然站起来直奔厨房 下一秒 两手各拿了一块抹布出来 二话不说 蹲到我脚下 坑齿坑齿开竿 我下意识缩脚 叹身 天爷呀 我又犯错了 刚没注意 竟然把一块红烧肉掉地上了 婆婆这会儿正死命 和那块印很较劲呢 我不好意思 蹲下说我来擦吧 婆婆眼睛都不带看我 胳膊肘往后一对 要依据 你不行 你干活粗得很 心不细 要是有个地缝 我绝对钻进去 骗你们我是小狗 类似事件多了 我才后知后觉的小的 怪不得婆婆家的家具 装饰 几乎全是白色呢 原来婆婆是有病啊 她有洁癖啊 所以看哪都脏 看谁都不干净 大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发感慨 就为着白躬 生生把我爸逼走了 我一听来尽了 死缠烂打 请说出你的故事 大明说 婆婆最早也不这样 她是听她爸说的多年前 婆婆有次下夜班回来 被坏人跟踪 为躲避荒不择路 掉进一个粪坑 才落下这个毛病 那是过后 婆婆老觉得自己身上不干净 加上老怕公共怀疑自己 每天再晚都要洗澡 刚开始还用刷子刷 把身上的皮都刷烂了 做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 有人在背后说 她得了神经病 她就拧着不去了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从自身蔓延到周边 凡她所在 以她为原心 半径三米之内 寸草不留 先毫必尽 在自己家 范围到哪儿由她订 搬进这套房子那天 同事朋友来祝贺 送走客人 天色一晚 公公和大明都累了 到头便睡 婆婆却不行 勒令他们 必须立刻 马上 打扫卫生 她忍一天了 她的木地板 她的石木门 她的衣水的白色家具 她那一个个花心思 逃来的精致碟子 盒碗 还有她的其他新物件 被这些人糟蹋得不成样子 父子俩忍着瞌睡 边收拾边听她唠叨 收拾一遍 婆婆不满意 再来一遍 还是不达标 自始至终 婆婆的嘴没停过 大明是儿子 心里再不乐意 也不敢怎样 可公公说不了了 突然就爆发了 大半夜 俩人大吵一架 公公说她也忍了很久了 她说她从没因为从前的事 怀疑过婆婆的真结 纯粹她自己瞎想 折腾自己折腾旁人 婆婆却说 好啊 你终于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人家都说 神经病从来不说自己是神经病 你嘴上说没怀疑过我 其实心里就没放下过 要不然 你到现在还把这事记着做什么 俩人都有一肚子日积月累的委屈 埋怨和奋命 都觉得自己更有理 谁也不服谁 话敢话进了死胡同 公公当晚摔门而去 第二天把自己的东西搬回了老房子 婆婆全程不拦不足 冷冷旁观 最终 离婚 这是真有病啊 得治 听完故事 我情不自禁嘀咕出声 大明却让我安分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说婆婆年纪都到这份上了 除了这一点 其他也没事毛病 她就不强求了 只要她高兴 愿意咋样就咋样 孝顺孝顺 除了笑 不还得顺吗 人都不容易 她觉得这样舒服自在 我何必为了让自己好受应让她改呢 我还想再说 大明翻身抱住我 闭着眼睛一下下轻拍着我说 睡吧睡吧 我妈的事不是咱俩能管的 咱俩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筹钱买个房子 我现在最珍贵的人 就是你俩 你俩谁说委屈我都不愿意 为了婆媳和谐 并保持长久的友好关系 大明改变了自己当初制定的 买房一步到位的想法 迅速调整战略 发动人脉 在另一个小区找了套二手两事 直到我们签了合同时 婆婆脸上的表情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惊细 我以为听说我们马上要搬出去 她会高兴呢 结果却不是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 问钱哪来的 不等回答又追一句 可别借高利贷啊 低着头呃了一会儿又说 其实 你们住在这儿 也没啥不方便的 我一直注意观察她 她的这句话说完 我的心里突然就像有根弦 被人轻轻拨了一下 婆婆呀 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公共离婚后第三年就又结了婚 可是婆婆 至今还是单身 不是没人给她介绍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受不了她的性格和洁癖 可是 即使有基础的 即使有发展好的 到最后 总会不了了之 而几乎每一次 听人说 都是婆婆主动表示 出不愿意再进一步的意思 她用外表的倔强 小心地掩饰着内心的坚强和柔软 搬进新房子之前的那段时间 我们和婆婆相处得异常和谐 遇上像以前那种我们的卫生不到位 或者周末睡懒觉不吃饭的情况 婆婆不再盯着我们较劲 卫生不到位 她就自己默默打扫 劳到也少了 叫我们吃饭最多两遍 然后就留个条 出门干自己的事 我不太理解大明在搬家前 为什么特意买了一大堆礼物 挨家爱门拜访 直到有一天 婆婆红着眼睛回来对我俩说 你俩不用花这些冤枉钱了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我这时才知道 大明买礼物是以我的名义 说是我担心我们搬走后 婆婆年纪大了 万一有啥事 麻烦大家多关照关照 那些天 婆婆在小区 被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关心 她以前性子清朗 很难和人融成团 别人邀请两三次见她兴致缺缺也就罢了 但现在不一样 即使她回绝 也有人笑着拉她一起跳舞 唱歌出游 大明还体贴到婆婆怕被人说和媳妇处得不好 所以我们 才刚过一年就搬出去的心理 所以 她一家家拜托时的说辞是 那边离我的新单位近 也离我父母家近 方便照顾 而且婆婆对我们的安排十分赞同和支持 听者无不夸我们家婆媳关系好 和谐一家亲 搬到新房第二年 婆婆做了一件让我惊掉下巴的事 她拿出自己多年积蓄 让我俩提前还房款 婆婆说 借自家人的总比借外人的强 省下利息早做打算 给她生个大胖孙子 趁她还有精力 多帮我们待两年 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帮我们呢 她 有她的小心思 她是在观察 观察我这个新来者 是不是一心一意和大明过日子 是不是两面三刀表里不一 看来 我这是通过她的初步考验了 同样一件事 同样一个人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阅历 有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 如果放在我少不经事时 我可能会对婆婆有钱不借 故意考验磨练我们 有一件有微词 但现在我成人了 结婚了 被生活一次次锤打了 有耐性放慢节奏去体会 琢磨人琢磨事 母亲为了孩子 甘愿付出一切 这句话是真的 我在婆婆身上看到了一部分 亏一般而知全报 婆婆清冷 严厉的性格下 是那颗永远不变的慈母之心 我希望能和她多多亲近 不只为了大明 不只为以后她帮我们带孩子 更为 从她身上 学到更多 更多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